你好 歡迎來到這裡自由商觀選 今天要開箱我的八月份購物清單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拜託我幫我按一下訂閱 感恩 那今天要分享什麼呢 好 先分享我身上這一件 Mr.Er 小鳳鳳 有在看海賊王的應該都知道他是誰 這件是我在 Uniqlo 買的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有道義 這件好像390吧 還是290 反正不貴 Uniqlo T-shirt 通常不貴 然後這件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這件褲子我很滿意 這樣 因為像一些韓國 短褲他們都會出這種反折款 然後寬口 就是他的那個褲管一定要很寬口 他有什麼好處 就是會顯得腳很細 然後會帶點高腰 所以不管你是就是 短節上半身那種上衣可以穿 或是像一般穿T-shirt可以 紮進去露個皮帶 都還滿好看的 就是這個 然後再分享這個 Filter 017的帽子 大家看到嗎 他們家特色就是 這個地方有扣子 然後這個顏色很可愛 這粉橘色 其實他們這一頂還有出其他顏色 我也覺得滿好看的 可是粉橘色的話你不覺得 汽車會變很好 而且這個顏色的帽子比較少 所以我就選這一頂 那還有就是這個 我們家寶比送我的襪襪 比比送我的襪襪 很可愛吧 前面是腳趾頭耶 因為魚網襪就是我覺得都還滿好搭的 不管你想要搭復古的 或是說搭一些比較特色都還OK 然後還有去買個皮帶 KANGLE的 KANGLE真的是我的愛牌耶 最近的KANGLE都是在MOMO購物台買的 包含這個包包也是 那我發現KANGLE真的除了帽子以外 怕包包大部分 其實都不算貴 像這個皮帶才790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 我覺得它的袋鼠實在有點太大 都是袋鼠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袋鼠放這麼大 就好像質感就有點 有點沒那麼好 然後我的包包也是 也是MOMO購物台買的 我那時候去看專櫃賣2000多 其實我關不太清楚差別 然後這一個 它的定價定10800 就是等於對半看 韓國的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提帶真的實在太短了 然後因為我朋友就是 李安 我有送她一個 就是那個很喜歡開黃槍的李安 如果不知道它是誰的話 可以去回顧我去 龍山寺或是三重的小吃美食 就可以看到那個 愛開色情黃槍的李安 對 原本以為它底座會很大 因為之前有看過 一個客人背 它背黑的 那應該是專櫃買的 因為底座蠻大的 所以我不太喜歡 那這一個其實我覺得它大小還蠻OK的 也蠻好裝的 對 質感也還OK 有點麻布袋的那種 帆布材質 然後我是選卡其色 那時候買的時候 卡其色是最後一個 我剛好買了 它除了有提帶 它還有背帶 背帶還可以調長度 但我喜歡用提的 只是它的提手真的有點 太小了 啊 Coach的 這個是我尾牙抽到的 春角 算春角嗎 就是抽到的 公司送的還不錯 然後 它是雙邊的 大部分Coach我們都只看到單一格 那這個很特別 它是雙格 然後容量很大 有沒有 這邊還可以放卡片 我覺得方便啦 可是它這個大小就比較尷尬 如果你一般的包包很小的話 這個就是不好塞 或是塞一個就包了 那如果你的包包很大 那當然是沒問題 那當手拿包的話 手機也放不進去 就是一般放零錢包 那旁邊這個還有一個吊飾 Coach他們家都有一個特色 好像都有這個東西吧 FILTER 017的襪子 我忘了帶另一雙 後面有寫浮游 它很可愛很可愛 然後是它的襪子 他們這一次的磅速 我覺得又更高 枝度又更高 那我喜歡枝度高啊 因為第一不容易鬆 第二我覺得豎起來 腳看起來比較細 對 還有什麼 沒了耶 本月份 就這樣 那就是期待我下個月亂花錢囉 其實這個月還沒過完 我覺得我月底還是會買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上個月底買的 然後留在這個月初開箱 對 那如果你覺得我分享的東西 你還蠻感興趣的 就是可以定期追蹤這個頻道 因為我這個企劃會一直一直做下去 畢竟要給自己一個理由 買東西 記得幫我按訂閱 感恩 然後再另外分享一下我買的眼影 這一塊 就是我現在上眼瓶 這個地方的位置 這邊嗎 這一塊我蠻推薦的耶 39號 你看我側邊 就是三根是沒有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沒有連線的 這邊是挺的啊 但上面就沒了 這樣看起來有沒有 就比較有鼻子 有吧 再刷個兩下 然後這個我就會拿來當 那個鼻子 它顏色就很適合 不然 像一般有人會用眉粉啊 陰影啊什麼 有的陰影就是打臉頰 陰影就是太紅 我個人覺得我會覺得太紅 然後我之前有用過那個 酸眉粉 就是最淡的那個顏色大 那個效果也不錯 可是你看一整條眉粉 你就只會用那一小塊去用這個 因為我眉筆也習慣NYX那個牌子 所以我有自己用眉筆的情況下 眉粉老實說 就真的只用那一塊 所以後來就一直很認真在找這種顏色 那如果喜歡本次的分享 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謝謝